周立盘德 他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果报 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以后回去 讲话要小心 因为最容易得罪的就是我们这个嘴巴 因为他所有权 没有人控制你的 你什么时候讲话 随心随意的 讲话出来会不会得罪人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英国通三世 一切法重新享生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好好知道 该布施的我们去布施 不该做的我们也不要去做 好好去做我们自己的本分 将来会有很大的收获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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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